工地似乎停摆 现在中国大陆最大的建商碧桂园 新建中的项目是破产恒大的四倍 如今宣布即日起 11党在中国大陆发行的债券停牌 规模约691亿台币 再度冲击当地房市 还是挺担心的 因为对于我们普通百姓来说 就是关心的还是说房价 这个对房价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碧桂园净亏损超过2000亿台币 已有两笔美元债券无法支付 加上境内债券停牌 14号港股一开盘 一路下跌超过13% 但是碧桂园在香港建案 接待中心仍有港民来看房 那买了网上签了 那是我们的嘛 就是应该不会有事吧 有事吧 就是有 你现在过度是给这个过度是合分的了 碧桂园牵连三万多家供应商 更影响千万人就业 统治国际围绕上市公司 开展多元创新金融服务 另外中国大陆最大民营资产管理集团 中植集团 是众多房地产背后的金主 因为投资房地产失利 让部分产品到期却无法兑付 规模达1.54兆台币 是中共建政以来史无前例的大型债券违约 终止国际依托强大的集团背景 稳健发展 终止爆雷被外媒形容可能是中国版雷曼风暴 话剧日报分析 中国大陆房市坏消息不断 势必打击买气信心 TVBS新闻徐家瑞全英文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